坐在按摩椅上放鬆全身 不過呢就有民眾想透過網購平台 買一台放家裡 但沒有想到遲遲收不到貨之外 還被扣了將近四萬元 民眾拿著手機秀出網拍App頁面 滿滿無奈 就是因為他9月29號刷卡近四萬元 下單按摩椅 業者說預定10月9號會送達 沒想到直到10月12號還是沒收到 民眾因此申請要求退款 然而10月19號App卻顯示 買家取見成功以撥款給賣家 但賣家提供給網購平台的物流號碼資訊 並不是買家本人的地址和商品 到10月20號民眾決定跟平台申訴 但客服卻要求他跟賣家私下協商 至今約40天還沒收到貨 讓民眾氣炸了 你應該是要跟我確認 是不是收到商品了 他才能夠完成訂單上面的那個作業 就沒有啊直接就撥款 這一次讓我有覺得 他好像火頭賣家來詐騙消費者 民眾氣得給賣家一心評價 但賣家好像不痛不癢 下架商品後再重新上架 面對消費者的怒火 網購平台趕緊聲明表示 將和買家聯繫 並協助進行全額退款 而未來針對買賣消費爭議 會依據相關證明文件做審核 報仗雙方權益 雙方提出的相關證明文件 平台可能無法查證它的真偽 建議消費者如果預期會收到商品 刷卡的話可以洽詢發卡銀行 是不是可以申請正義賬款 消費官也呼籲網購平台 要積極提供買家協助 並對於可能利用的機制漏洞手法 也已改善對策 畢竟雙十一就要到了 買賣下單數將會飆高 如果機制漏洞擺出 恐怕讓消費者強迫不成 還生了一肚子氣